阿公阿嬤早起到公園运动 即便身处台北都会区 还是可以看到不少老人家生意 内政部公布最新的人口统计 全台22个县市里有超过四分之一 进入超高龄社会 比国发会预估的2025年又再提早 整个台湾来讲 它那个老化速度是真的蛮快的 也就是我们的老化程度 虽然可能在全世界没有排名精神 但我想我们的速度应该是排名的全世界承担 根据定义65岁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超过20% 就是超高龄社会 全台最老县市嘉义县22.36% 接下来依序是台北市南投县跟云林县 今年又新增基隆市20.24% 屏东县20.14% 也就是说这些县市辖内 大约没五个人就有一位是老人家 这些都会区重置他的户籍资料 全县人口老化 他的整个经济的动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就不会那么大 要偏向的现实 他如果能够老化 他就会像日本像很多的地方 是整个城市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了 这些老化能够慢慢会凋零 没有住户 没有人 他就没有经济活动 没有经济活动 地方的税收就受不到 但以后他的财政 高龄加上勺子化 全台平均每户人数也跌破2.53人 有332万户是一人加户 总占比高达35.9% 创下历史新高 户数最多就在新北 高达63.4万户 占比最高的则是澎湖县 台北也高达39.3% 独居老人问题 日渐严重 地方政府的财政跟未来 备受考验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